为什么沟灯这个地方对我们修真者特别重要 它是整个我们地球的八大龙中间的生龙 生门的生 生生不息的生 你要重生的生 生门的所在地 生门所在地里面的心中心 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也就是你的重生我们这个新开启的新时代的成就者 都要从那开始重生 这个修炼 现在就它的东西讲 修炼大家要重视 就是最后一定要修到谷里面去 就是为什么要在冬天跑到这么冷的地方去 所以利用冬天在这种寒冷的地段修 那么它就刚好修你的谷 修你的谷 这个修了谷 然后人才会真正的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不要把说一次旅游而已 一次这个观光而已 一次什么而已 它不是而已 它是了不得的事情 了不得的事情 那每一个去了回来 这个变化都很快 你看到它是个球形体 它带有这个下线 你看这个下边在这 它是你这样画过去 这样整个的它是一个什么 里面阿兹水晶球切一半 切一遍 那一半在哪里 那一半在地下 所以地下怎么可能完成呢 那就是一半天一半地 就刚好是一对阴阳 就是对的 所以这种彩色的光 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这个就是红光 这里有个师父 他成就了红光身 然后用他的心肝脾身位 放出五彩光 用他的仁义理智线 五德放出了五彩光 然后形成了一个磁场 或者叫生命场能 然后把这个场给罩住了 罩住了 九大龙脉 这个把后天结构 颠倒成先天结构的 只有班 班福这个地方 对我们今生成佛的人 今生修炼 就是太容易了 你就在这 住上一段时间就行了 你把穴位都练通了 经络练练通了 把三个丹田建立起来了 你就在这就无胃胎 就是老是就是 胃胎里闭关闭关闭关 吃完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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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功夫就出来 为什么佛陀说人身难得了 因为只有人可以思考 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所以那么他就启动了智慧 他要改变 你来追求一种生命的解脱 灵魂的解脱 只有追求人 我们用人身怎么去成为一个圣者 成为老子那种人物 释迦牟尼那种人物 让获得永生 就是不再生死 断魂 这是前期的基础工作 表面好 穴道要打开 这个五脏六腑要腾空 三个丹田 上中下三个丹田 要都建立起来 把它变成六合体 一般人都是瘪的 压的瘪的 我们要把它称开 变成一个六合结构体 好 谢谢 这个三个丹田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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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